北約峰會十年一度新戰略構想出爐 俄羅斯從夥伴變成最大威脅 中國被列為系統性挑戰 北約持續挑動對抗之下再次擴容 瑞典芬蘭簽署入約議定書 加劇地區安全風險 土耳其從極力反對擴容 到大開綠燈 再到時刻敲打 北約內部矛盾衝突 還會帶來哪些挑戰 今日看世界 經歷了八次擴張的北約 本週再迎來兩位新成員 芬蘭和瑞典 擴張得以實現 而土耳其自然起到了 至關重要的作用 也成為事件當中最大贏家 土耳其 芬蘭 瑞典 上週在北約峰會之前 專門進行了四個小時的長談 土耳其終於不再反對了 這也終結了數週以來 考驗盟國在俄屋衝突之下 能否團結的政治戲碼 除了直觀的因果機制之外 更為真實的妥協 是美國總統拜登突然宣佈 無條件向土耳其 要出售F16戰機 其實早在去年10月的時候 土耳其就曾經向美國提出 購買40架F16和80套 升級套件的要求 但是最終沒有得到答應 土耳其在多次的公開場合 都批評美國在拖延 而這一次拜登的表態 為北約盟國修復受損的防務關係 帶來了積極的信號 這一立場的變化 恐怕才是土耳其真正開綠燈的關鍵 土耳其在俄乌衝突當中 左右逢源 靈活外交 土耳其在歷史上長期都能夠積極參與 歐洲的事務 同時在烏克蘭 包括克里米亞問題上 也有民族和宗教的歷史淵源 同西方和俄羅斯打交道游刃有餘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也是駕親就熟 不斷在兩邊叫駕 獲得最大禮 因為俄乌戰爭 瑞典與芬蘭申請加入北約 邁出歷史性一步 7月5日 瑞典和芬蘭在布魯塞爾 北約總部簽署了入盟議定書 但這一過程可謂一波三折 此前 土耳其半路沙出 對兩國入約投下反對票 甚至到了6月28日 北約峰會召開前夕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還公開放話 表示將在峰會上公佈 瑞典 芬蘭支持恐怖活動的證據 揭露兩國反恐形象之虛偽 而峰會召開時 一個戲劇性的180度大轉彎出現了 土耳其和芬蘭 瑞典三方 在北約秘書長的見證下簽署備忘錄 同意不再阻止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 作為交換條件 在這項備忘錄裡 瑞典和芬蘭基本認定 庫爾德工人黨為恐怖組織 兩國承諾中斷對酷工黨 和附屬團體的融資和招募支持 另外 兩國同意根據歐洲引渡公約 迅速徹底地處理 土耳其有關酷工黨 和拘輪運動成員的引渡要求 並宣佈解除對土耳其 實施的武器禁運 土耳其一松口 美國總統拜登連連感謝 不過這份圍繞庫爾德人的備忘錄 卻引起了瑞典國內的反彈 北歐各國作為全世界的道德高地 關心全世界的弱勢群體 向來衝在人權鬥爭的最前線 特別是瑞典境內的庫爾德人 大概有8至11萬 很多都是來自土耳其 伊朗 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戰爭 或政治難民 其中也包括數十位 被土耳其通緝的庫爾德恐怖分子 但瑞典以保護人權為由 對庫爾德難民提供人道主義庇護 這在土耳其看來就是對土耳其 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而如今瑞芬兩國這一次 對土耳其的彎腰妥協 也證明了情懷歸情懷 關鍵時候都是可以出賣的 而土耳其對瑞芬的其他指控 則顯得有些滑稽 包括瑞芬兩國支持2016年策劃 土耳其政變未遂的居倫運動 但其實為居倫提供政治庇護 並且無視土耳其常年引渡要求的 正是土耳其最大軍火供應方美國 而所謂的芬蘭 瑞典 對土耳其實施武器禁運 根源是2019年 土耳其進軍敘利亞北部後 由捷克 芬蘭 法國 德國 意大利 荷蘭 西班牙 瑞典和英國 發起的聯合制裁 這其中僅由法國 西班牙和英國 勉強稱得上是土耳其軍火供貨商 瑞典 芬蘭占比可謂寥寥無幾 但是為了入約 瑞芬兩國對土耳其開出的條件 幾乎沒有討價還價 照單全收了 被忘錄協議比莫未乾 細菁埃爾多安也沒有放過任何一個 在國際舞台展示自我的機會 6月30日 他再次威脅 如果瑞典和芬蘭沒有能夠滿足 土耳其引渡恐怖分子的要求 土耳其議會可能會拒絕批准被忘錄 加入北約必須得到 所有成員國的正式批准 土耳其仍然手握否決權 當然 瑞典和芬蘭的申請加入北約 也並非一蹴而就 入約程序最早可能在9月底開始 最晚可能會到明年開始 這期間 土耳其還有足夠的時間 觀察瑞芬兩國是否會履行協議 分析指出 此次風波凸顯北約內部的矛盾衝突 是北約合法性危機加劇的表現 北約擴張的目的 原本在於尋求新的動力 但卻因內部矛盾加劇和共識弱化而陷入困境 北約北闊如火如荼 芬蘭 瑞典 土耳其都得償所願 反應更激烈的是烏克蘭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北約峰會發表視頻講話時 發出靈魂拷問 烏克蘭付出的還不夠多嗎 他批評 北約對烏克蘭的門戶開放政策 就像舊的基辅地鐵閘機一樣難以打開 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的前景還是比較光明 因為我們說首先對於芬蘭和瑞典來講 那麼跟北約的軍事合作 實際上要比北約的很多國家要深入得多 那麼我們說像北約的快速反應部隊 那麼芬蘭和瑞典其實在2013年之前 那麼已經是主要的參加國 北約的快速反應部隊從4萬提高到30萬 那麼其中在北約的所謂的部署 那麼離不開芬蘭和瑞典 因此我們說芬蘭和瑞典現在是北約所需要的 重要的一個地緣政治的這麼一個支撑點 再加上我們說這種行動本身 其實對於北約的這種活力的恢復 對於北約內部的團結 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反過來說對於土耳其來講 那麼之前我們看到 那麼西方的國家對土耳其的很多的看法和態度 讓土耳其感覺到了一種歧視 雖然土耳其在北約內部 無論從實力還是重要性來講 那麼南裔的最重要的一個存在 其實就是土耳其 那麼在土耳其看來 你們重視北裔的這些北歐國家 不重視我南裔重要的土耳其 而且從紙面實力上來講 土耳其反而更強 那麼這個時候土耳其當然要彰顯自己的存在 何況土耳其自己在地中海也好 包括在這個整個的這個南歐和中東區也好 它是有自己的考慮的 甚至對自己是有特殊的定位的 那麼現在土耳其當然 北約有求與它的情況下 土耳其是會要漫天要價的 我覺得這個呢在國際政治上面 也是很正常的一個結果 在此次交易中 土耳其的弦外之音格外引人注目 據美媒透露 雖然土瑞芬簽署備忘錄時 美國很低調 但是馬拉松式的談判 是在拜登支店艾爾多安後 塵埃落定的 三國在最後一分鐘簽署了備忘錄 為北約的新成員掃清了道路 外界猜測 美國為了拉攏土耳其 可能為它提供了一定的好處 比如向土耳其繼續出售F-16戰鬥機 或是允許土耳其獲取F-35戰鬥機 果不其然 6月30日 北約馬德里峰會結束後 拜登突然宣布 美國支持無交換條件 向土耳其出售F-16戰機 但出售計劃最終需要得到 美國國會的批准 拜登稱有信心獲批 從美方視角來看 他向土耳其施壓 推遲戰機出售計劃 原本是想矯正土方的親俄傾向 懲罰土耳其購買俄羅斯 S-400防空導彈 沒想到會在北約一事上 被反疆一軍 拜登只能有所讓步 解決眼下困局 而庫爾德人也間接遭到了 美國第九次背叛 對土耳其來說 趁勢成為困局枢紐 以中型國家身量 大玩高風險邊緣政策 向來是埃爾多安政府的鮮明特色 雖然土耳其的軍火工業 應該來講在這20年的反應速度 包括發展的程度 有了一個極大的提高 但是我們說它在一些核心的裝備上面 比如說在主戰的飛機上面 那麼還是要依賴美或者是俄 那麼之前土耳其方面 因為購買S-400 那麼被美國人踢出了F-35的整個的序列 那麼現在對土耳其來講 它要跟州間比如希臘 那麼在空軍方面擁有足夠強的 對抗的實力的話 那麼F-16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之前在S-400問題上 美土之間的矛盾 現在因為各自的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 因為各自的需要都可以商量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土耳其把架碼開得太過分 不給美國人一個台階下的話 那麼反而可能會影響 土耳其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一定會採取一種 獲得一定的這種面子和理子之後的 這種順水推出 阿爾多安努力與西方和俄羅斯 雙邊都保持夥伴關係 目標是為明年大選做鋪墊 土耳其目前仍然是北約國家裡面 唯一一個沒有對俄羅斯 實施制裁的成員國 反而在他的協調和監督之下 俄羅斯還退了一步 同意烏克蘭將2500萬噸糧食 經黑海運輸 土耳其現在的通脹率非常之高 在全球比起來也是位居前列的 如果能讓俄羅斯公司准入 自然能夠為當地的經濟提供強大的支撐 今年以來已經有1000多家俄資新公司 在土耳其成立 甚至還可能包括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在內的40多家俄最大的 且受到歐洲制裁的公司 看一下俄乌戰爭爆發以來 在過去幾個月 其實土耳其不但沒有受損 反而增益不少 數據能夠證實 在今年第一季度 俄土雙邊的貿易額翻了一倍 達到創紀錄的140億美元 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很特殊 也相當重要 惡守黑海門戶 同時對中東和歐洲的核心利益 有巨大的影響 俄羅斯和西方對土耳其都不能忽視 否則可能會出現地緣安全風險和阻礙 這就是為什麼土耳其和北約的關係 雖然磕磕磕磕磕 但是它依然能夠在北約 發揮關鍵的作用 也是俄土在敘利亞高加索 和烏克蘭等等問題上 諸多分歧的背景之下 依然能夠維持友好關係的邏輯所在 上週閉幕的北約馬德里峰會 還是具有標誌性的意義 涉及到三個主要的議題 第一 商討北約如何繼續支持烏克蘭 第二 審議瑞典芬蘭加入北約的問題 第三 通過了指導北約 未來十年發展方向的 新戰略概念文件 在冷戰結束以來 北約大約每十年 都會更新一版戰略概念文件 那這次呢 是第四版 在2010年上一版的戰略概念文件當中 並沒有提及到中國 當時俄羅斯還被稱之為合作夥伴 而在這一次的新文件當中 中國和俄羅斯 一個成為了系統性挑戰 一個成為了最大且直接的威脅 俄乌衝突升級之後 美方在外交安全議題當中 屢屢將中俄進行捆綁 而今北約俄羅斯關係劍拔弩張 美國希望充分地利用 北約峰會的機會 能夠將它的對華定位 拓展到北約 形成一個內部的共識 縱觀這一文件 美國還是不遺餘力地 強化歐俄對抗 利用歐洲的資源 減輕自身在歐洲防務的壓力 美國打的是一石三鳥的戲碼 厄華 鴨俄 損歐 時隔12年 北約推出新戰略概念 首次提到中國 與歷次北約峰會相比 上週閉幕的 北約馬德里峰會最大的不同 第一是邀請了日本 韓國 新西蘭 澳洲 四個亞太國家參加 在戰略上 針對中國的態勢格外明顯 第二是把中國定義為 系統性挑戰 在新戰略概念文件中 至少有11次提到中國 數量上只比北約最重大 和直接威脅的俄羅斯 少了三次 專家認為 這兩個舉動意味著 北約不僅在地理上 跨出了北大西洋 這個傳統概念 在戰略目標設定上 也超越了俄羅斯 這個傳統對手 北約非常清楚 俄烏衝突不足以支撐 自身殘喘下一個十年 所以必須尋找新目標 瞄準亞洲 推動北約亞太化 不過北約一面構陷中國 形成系統性挑戰 一面又稱 仍願與中國進行建設性接觸 一份戰略文件呈現兩種態度 新加坡聯合早報對此評論稱 除了毫無新意的核心任務外 對北約而言 在戰略構想納入對中陳述 已經是一大突破 中國的崛起 在很多歐美的政治人物軍界來講 它總感覺到一種威脅 那麼這個時候自然而然 它就希望把中國作為對手 那麼有這麼一個強大的對手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說北約是可以存在 或者說叫有理由存在 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 所謂系統性挑戰 既然是系統性挑戰 那麼美國也好 包括歐洲一些國家也好 它就有理由系統性的改造北約 那麼改造的過程其實對各方 也許都可以找到自己所要的東西 那麼建設性接觸呢 我個人認為就是為了北約的現實的考慮 對於北約國家來講 那麼你光在嘴上喊挑戰 要求增加軍費 要求跟中國對抗 那麼這些過程我們講是花錢的 因此呢又需要中國跟自己進行貿易 來獲得足夠發展國際民生 所需要的各種各樣的資源呀動力 那麼同時呢又希望把中國 數為一種靶子 然後來給北約的存在找理由 那麼這種本身我們說不是矛盾 它實際上是說一套做一套 而且我們相信北約在之後的 對中國的態度裡面 也會有各種各樣的這種走偏 包括我們說這種走一步退半步的 但是我們說綜合來講考慮到中國現在的發展 北約呢不可能去跟中國進行我們說全面的對抗 12年後俄羅斯再次回到了北約對立面 相比於2010年的戰略文件 俄羅斯從夥伴變成了最大且直接的威脅 而北約將採取應對行動 比如向北約東翼 也就是接近俄羅斯一側增兵 將北約快速反應部隊 由約4萬人增加到超過30萬人 北約正在大張旗鼓地擴大軍事存在 而這樣做的理由 是將俄羅斯作為敵對的目標 白紙黑字地寫了下來 分析認為 美國的獲新和北約錯誤言行的危害 已在全球範圍內引起警覺 北約前秘書長索拉娜此前表示 北約進一步擴張 不會帶來一個更好的世界 相反 勢必會造成一個分裂的世界 跟俄羅斯之間間現代這種矛盾 那麼這種矛盾的結果 過去可能是意識形態方面的敵意 那麼現在我們說已經慢慢地 在有些人的渲染之中 變成類似一種不死不休的敵意了 那麼這種敵意的結果 會不會導致更大的戰爭 這種刺激會不會出現失控的情況 那麼當如果是這種刺激失控的話 那麼就不是我們現在看到 烏克蘭的土地上成為戰場 那麼大量的烏克蘭人 上百萬的人變成難民 可能是整個歐洲乃至世界的毀滅了 所以我覺得 北約為了自己的一些政治軍艦人物的 所謂政治利益 去不斷地搞這種鎖定 搞這種壓力 最後導致了這個失控的情況 那麼他應該是要負責任的 為擴張 立平具 為蓄存找借口 一直貫穿著北約整個發展歷程 回望一下歷史 人們不禁要問 北約為什麼 沒有隨著冷戰結束而瓦解呢 北約又為什麼會成為今天的龐然大物 一方面 北約是冷戰的產物 在冷戰結束之後 北約為了生存逐步向政治化過渡 進一步向世界灌輸它的價值觀 而另一方面 北約的安全觀是集體安全觀 這更適用於冷戰時期 而不是全球化時代 它搞排他性的小圈子 也是與世界潮流相悖的 對於北約而言 只有在對抗和衝突的環境當中 才有生存的可能 沒有衝突就要製造衝突 這勢必要犧牲某些國家 或者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來續命 而始終保持所謂的強大活力 僅僅有敵人是遠遠不夠的 還需要這個敵人足以和美國 或者北約相匹敵 所以冷戰期間 北約瞄準的是蘇聯 1999年之後 就連續針對南聯盟周邊國家 參與阿富汗戰事 伊拉克戰爭 利比亞戰爭等等 2012年 北約啟動構建歐洲導彈防禦系統 擴大和烏克蘭的軍事合作 暗中瞄準俄羅斯 如今視俄羅斯為重要威脅 推動北約亞太化 對於北約而言 有沒有敵人 是其能否存活的根本性問題 過去30多年一直如此 北約成立之初的宗旨 是防禦蘇聯及其附屬國 隨著1991年華約解散 和蘇聯解體 北約也一下子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但當時的美國政府 並不這樣認為 1989年東歐巨變開始後 美國開始為北約討要生存理由 而續命的憑據 就是所謂的戰略概念文件 1991年11月8日 北約羅馬峰會公佈了 華約解散後的第一份戰略概念文件 其中提到 北約要面臨由經濟危機 民族衝突和領土紛爭等 引起的難以估計 難以預測的威脅 那麼該向何處討要衝突和對抗的資本呢 當時的北約也無法立刻鎖定具體目標 只能先將威脅犯化 以此先給自己蓄上一口氣 1997年 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布洛金斯基的歐亞統合戰略 為北約下一步竖敵明確了方向 1999年 南聯盟內部爆發衝突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魏京聯合國的授權下 對南聯盟發動了空襲 據不完全統計 在持續78天的空襲中 北約出動了1150多架飛機 發射了1000枚巡航導彈 投掷了數萬噸炸彈 其中還有3.1萬枚 國際法禁用的貧油彈 這次轟炸造成2000多名 無辜平民喪生 6000多人受傷 近100萬人流離失所 北約用一條條逝去的生命 為自己續了命 南聯盟上空的硝煙還未散去 在1999年4月的華盛頓峰會上 北約又提出了第二份戰略文件 明確表示 自身仍面臨難以預測的危機 並宣佈向所有歐洲大國敞開大門 尤其是中東歐國家 從1999年到2009年 北約成員國從16個變成了28個 此後 北約更是接連參與了 阿富汗戰爭 伊拉克戰爭 和利比亞戰爭 一個個戰場的東方不安 和生靈塗炭 換來了北約壯大的資本 2010年的里斯本峰會上 北約提出了第三份戰略概念文件 當中並沒有明確鎖定 新的敵對目標 只是老調重談提出 國際社會出現了網絡攻擊 能源安全 導彈襲擊等新挑戰 北約必須先發制人 在全球展開行動 2012年 在美國的推動下 北約宣佈啟動建造 歐洲導彈防禦系統 作為美國全球反導系統的一部分 這一計劃遭到了 俄羅斯的強烈反對 俄羅斯多次要求 美國和北約做出明確 且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諾 保證這一反導系統 不會針對自己 但卻遲遲沒有得到正面回應 對此 俄羅斯選擇 用部署新導彈作為警告 而這恰好成為北約 渲染俄羅斯威脅的新素材 北約暫停了 與俄羅斯的事務性合作 但擴大了與烏克蘭的軍事合作 這無疑是在挑動俄羅斯的神經 後來 北約又完成了 第四輪和第五輪東擴 成員國擴大到30個 今年 在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 不斷拱火下 俄烏衝突升級 當戰火燃起 北約蓄上了繼續發展的資本 在這次馬德里峰會上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唐貝格大方承認 過去八年來 北約一直在為與俄羅斯的衝突做準備 對於北約來講 現在因為美軍的需要 因為美國的需要繼續存在 那麼這種存在當然要整個歐洲去負擔 這些對於歐洲的發展就有好處嗎 我個人認為不會的 而且我們說現在這個時代 如果說在引入比如混合戰爭 那麼對於歐洲來講 它會有大量的資金消耗在軍事工業 消耗在擴軍備戰 消耗在這種我們說應對複雜的環境之中 對於北約的未來十年來講 那麼現在有人開玩笑說 北約現在獲得了未來十年的一個 至少是短期的飯票吧 那麼俄烏的衝突所帶來的結果 至少讓北約在未來十年 有可能會看到更多的想參加北約的國家 那麼北約似乎會獲得一種所謂的突然的繁榮 但是這種繁榮還是那句話 當很多的國家的國民經濟 因為擴軍備戰 因為這種所應對複雜環境而出現崩潰的跡象 那麼有些國家就會認為 那麼自己的國內的國際民生 似乎比地緣政治安全更重要 也會有很多國家 我覺得在未來十年 因為國內的經濟 包括我們說發展的壓力 它會放棄在北約的這種身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